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的日期是7月24號 日本的小林製藥公司的紅曲保健食品引發疾病 事件持續發酵 已經導致過百人死亡 再次引發社會關注 昨天小林製藥召開臨時董事會會議 公司的會長小林一雅 以及社長小林張浩辭職 報導提到 日本的小林製藥公司在之前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 小林製藥在1月中就已經收到第一宗病例報告 之後長達兩個多月的時間裏 小林製藥並沒有與外部董事及時共享信息 直到3月22號問題遭到曝光 公司方面在向消費者發出及時警示 以及回收產品上態度消極 報告還指出小林製藥公司的公司治理功能已經失調 四名外部董事認為必須調整經營體制 包括更換領導層 創始人家族方面似乎也已經接受這個決定 據悉小林製藥的社長歷來是由創始人家族成員所擔任的 小林一雅由1976年至2004年擔任社長 小林張浩就由2013年開始上任 現在將會是換成生根蔥 這個因將會是第一個非創始人家族出身的社長 根據之前報導 近幾個月日本出現多人在服用了小林製藥公司 所生產的含有紅曲成份的保健品之後 因為腎臟疾病而住院甚至死亡 疑似相關的在院就診人數累計已經達到2000人以上 截至今個月10日 疑似相關死亡人數已經達到100人 日本腎臟學會在6月30日公佈的調查結果 顯示大多數小林製藥事件的健康受損人士 仍然處於慢性腎病的狀態 另外日本的厚生勞動省在3月29日披露 日本小林製藥公司所生產的保健品當中 含有一種名為軟無青霉酸的物質 這個物質是一種天然化合物是由青霉菌產生 目前尚未清楚它是為什麼會混入產品當中 這種物質是具有抗生素的特性 而且毒性極高的 而小林製藥公司就表示 只是特定批斥的產品含有這一種物質的 再下則的消息 經常聽人說香港飲食業暴入寒冬期 但是部分食肆的定價以及作風 仍然我行我素 令人難以有心幫襯 報道就說早前有一位港男就在社交平台發文 直指自己已經很久沒出街吃飯了 但是近日就出去光顧一間人氣冰室的時候 才發現一個簡簡單單的雞翼蛋飯 就成為修理69元 上菜的時候還發現賣相極為不討好 令到他發文鬧爆 說出到來69元都吃不飽 鐵文的照片當中可以見到一份價值69元的雞翼蛋飯 分兩碗上 大碗裡面有白飯和兩隻太陽蛋 小碗裡面裝著三隻雞翼 分量的確是偏少 樓主又指這個價錢 除了叫食物份量少之外 還要是沒有飲食 怎麼叫人來香港消費 什麼全部收拾他 老實說大批網民多數 真的會是負面留言居多 有留言說 20元就差不多 貴就貴在一個碗裡 也有些真的不是那麼好聽 看到好像整個黑衣兜一樣 看到都不開胃等等的字眼 也有留言說 大陸25元就有 這裏六十幾元入面 可能有四十幾元是去了交租的 這一則的消息 不知道觀眾的理由是怎樣看 這裏呢 Simon 就大膽地說 一眨眼一看到照片 看到的雞翼蛋飯 之後看到 剩位69元 一定大家都會想到 嘩都很貴 是吧 怎麼叫人來香港消費 這些想法 是有的 但是 這次呢 我就會呼籲大家 要細心點想一想 你可以說Simon 這次呢 算是幫香港的餐廳 去講兩句 那這裏呢 我只是討論 兩隻太陽蛋 加三隻雞翼 因為我們這張照片 看不出它 是有多好吃的 是不是 那這裏就要問大家 喂 你住開那區 在香港那附近 如果你去吃這個雞翼蛋飯 類似這個level的 那應該是多少錢呢 那確實 可能大家會覺得 是不需要69元 那但是 你就要小心點想 這個樓主 是走去人氣冰室那裏吃 人氣 就是多人 那現實一點 多人的餐廳是貴一點的 對不對 這個是事實來的 那冰室呢 又是貴一點的 在香港 大家下大快活 茶餐廳 是同一個level 冰室 其實是另一個level 來的 除了野食 是可能有些分別之外 那個環境都有分別 那個佈置可能會 闊落些 坐的位置闊落些 冷氣大些 服務好些 這個是現實來的 冰室也是貴一點的 你是等於付錢買環境的 然後 其實樓主 就沒有說 他在哪一區 吃這個 餐的 那如果你是在一個 市中心 比較貴的地區 那又是貴一點的了 是不是 再去到 如果是晚餐時間 那又貴一點的了 是不是 那這裏你就要想 如果我是在市中心 比較貴的地段 然後整個 人氣的冰室 還整個晚餐時間 吃個雞翼蛋飯 收69元 貴不貴呢 我覺得就是還好的 是不是 你可以選擇去附近 找大家樂大快活 一定排隊排死你 這個人氣冰室 可能就不需要排那麼多隊 這個是我最簡單的一些想法 另外 就是 有留言就說 大陸25元就有 就 爺魚 說 香港這裏收你六十幾元 可能有四十幾元去了交租 那這裏呢 我又同一條問題 希望觀眾朋友 你自己想 你用回我剛才那種思維 你當是在深圳 你要是市中心比較貴的地段 然後是晚上 晚餐時間 然後 香港什麼人氣冰室 那內地就整個 網紅冰室 或者網紅餐廳 深圳 市中心比較貴的地段 整個晚餐時間 網紅冰室 同樣的這個什麼雞翼蛋飯 你猜25元你又吃不吃到呢 老實講 沒有可能 是不是 是吃不到的 都是要貴一層的了 要交租的了 那如果你真的要鬥便宜的 又問你 那當 觀眾朋友 你居住的那個地區 那多數都有街市的 你去不去就一件事了 是不是 那如果你去街市買帆盒 當是雞翼蛋飯 或者總之是三隻雞翼兩隻蛋 那這樣的帆盒 又收你多少錢呢 需不需要45元呢 那可能一些很貴的地段可能需要 那我相信大部分都不需要 用不需要35元呢 我想35元是一個比較中容的一個說法 是不是 那如果你要鬥經濟的那些選擇 去到街市買飯盒的 那我覺得 可能35元是一個比較平均的一個數據 那跟這個 69元即是70元 其實相差了接近一倍 那這裏呢 又是一些 就是要看清楚的情況 好啦 去到影片最後部分 那就和大家看一下 外交部禮行記者會 那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就說到 另一方面 認眾放邀請 巴勒斯坦14個派別高級別代表 那在7月21至23號 在北京舉行和談對話 那在昨天上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外交部長王毅 出席了和解對話閉幕式 並且致詞 巴勒斯坦各派簽署了 關於結束分裂 加強巴勒斯坦民族團結的北京宣言 發言人還說到 這個是巴勒斯坦14個派別 首次齊聚北京舉行和談對話 為飽受苦難的巴勒斯坦人民 帶來了寶貴的希望 雖然高度讚賞中國 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權利 結束分裂 統一巴勒斯坦立場所作的真誠努力 強調應該在聯合國的主持下 召開地區以及國際廣泛參與的 具有充分授權的國際會議 認為北京對話展現了 積極以及建設性的精神 同意在巴解組織 這一個巴勒斯坦人民 唯一合法代表的框架下 實現涵蓋所有派別的民族大團結 根據聯合國的有關決議 建立以耶路撒冷為首都的 獨立的巴勒斯坦國 堅持包括約旦河西岸、耶路撒冷 以及加沙在內的巴勒斯坦領土完整 表示將會根據巴勒斯坦各派共識 按照巴勒斯坦現行基本法 早建臨時民族和解政府 開展加沙重建 並且根據通過的選舉法 盡快籌備並且舉行大選 強調根據通過的選舉法 採取務實舉措 早建新的全國委員會 一致同意激活臨時統一領導框架 並且機制性運行 共同進行政治決策 同意成立集體性機制 全面落實宣言的各項條款 為落實宣言設定時間表 發言人還說到 正如王毅外長在致詞當中所說 今次對華最重要的共識 就是實現所有14個派別的大和解、大團結 最核心的成果就是明確巴解組織 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 最突出的亮點就是圍繞加沙戰後治理 早建臨時民族和解政府達成一致 最強烈的呼籲就是要根據聯合國有關決議 實現巴勒斯坦真正的獨立建國 王毅外長在致詞當中 針對當前的加沙衝突困境 提出三步走中方倡議 第一步是推動加沙地帶 盡快實現全面持久可持續的停火 確保人道援助、救援、暢信准入 第二步是秉持巴仁字巴的原則 攜手推進加沙的戰後治理 第三步是推動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國 並且著手落實兩國方案 三步走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發言人最後還表示 中國和巴勒斯坦是相互信任的好兄弟、好夥伴 眾方真誠期待巴勒斯坦各派 在內部和解的基礎上 早日實現巴勒斯坦民族團結統一 以及獨立建國 我們將會和有關的各方一齊繼續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還有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